地球上有很多不同的新聞 但現在陳彥恒和李麗一定會翻桌 因為已經有新聞上了法庭 認識 這麼大件事 剛才養了一隻鷹去解決鐵路的問題 假設李麗裔養了一隻愛因斯坦 突然有一天他離開了家 他不知為何離開了 經常都離開了 旁邊的房子有恐貓症 他看到他之後進了醫院 嚇倒了他 你覺得李麗裔沒有看管這隻愛因斯坦 是否刑事罪行 如果那個人嚇死了 嚇死了進醫院 入醫院是坦了 是不是刑事 應該不是刑事吧 你是貓主 但我知不知道這個住在我附近的人 他有這個情況 有恐貓症 知道他有恐貓症嗎 如果我知道的 我特意放他出去 我蓄意 但如果在我不知道的情況下 很難說 法律上你是貓主 你是要看管自己的動物 雖然是 但有些是外出玩的 有些是外出玩的 但我是一向不放的 同一件事 譬如無端端 陳彥衡準備帶糯米糍到街上玩 他一說有街去有街去 衝了出去 衝了出去電梯口 誰知他一衝出去的時候 嚇死了外婆 他就滾到地上 他的骨斷了 他即時要送入醫院 你覺得在這個糯米池出街開門 狗主沒有看管那隻狗 而令到對方受傷 陳彥衡有沒有刑事 有 責任就一定有 但是否刑事我就不敢說 責任就一定有 可能有幾種做法的 你或者你跟外婆說 我賠償給你 是不是 你的藥費 我和你承擔 我不要 你不要 你雙碟 我救到你上法庭 我有你們的利益和骨子坐牢 不要這麼衝動 外婆 他的狗一定會被扣留 不要這麼衝動 你的藥費我和你承擔 他都沒有咬到你 我照顧你 我照顧你 我大把一尺 那你想怎樣 其實你是想告我 我告到你了 有的 總之 有沒有咬著不放 有 絕對有 因為他吃飽飯沒事我 有有有 咬著你不放 他會喜歡玩這些東西的 有 大把一些什麼 他都要報給那些 魚龍署 魚護署那些 要是捉了你的狗 捉了你的狗去坐狗家 以為大前提 狗家不要緊 我還要有醫生報過 嚇傷 我一後一定要人道歉命 入子也要人道歉命 精神上的便利 針對你的狗 沒錯 然後主人就要上去法庭 認事 咬著不放 我又搞到別人的婆婆 精神失常 行動不方便 沒錯 接下來二十幾三十年 不知道怎麼過 然後他上田 我說 他說 我就不會咬的 曾經人下地獄 我要他入監 我要找李居民師傅 很明顯 李居民又不是律師 你又找青紅就話 你找李居民幹什麼 很明顯我今天煩小人 為什麼要咬著我不放 是不是 如果這樣說 為什麼你和諾米慈 會這樣衝出去 這也是不對 這也是不對 我沒有控管他 他衝出去 這絕對一定是怎樣也不對 至於我的愛因斯坦 我的案子和你又有些不同 為什麼 因為他是放他下街 而我的愛因斯坦 他一向都在家裡住 但他自己偷走 偷走的時候 我也沒辦法 我也不知道 你不可以不知道 我怎麼會不知道 貓真的不知道 貓真的不知道 有時候他自己瘋瘋下線 你突然開了窗 他自己跳下去 跳樓 跳樓 他都叫Flying Cat 我知道 如果他跳樓 樓下有個主婦 那隻貓剛剛坐在他的頭上 他因為那個松樑死了 你覺得你有沒有受刑事的責任 那我覺得他應該告阿恩斯坦 對 應該要告 他要告阿恩斯坦 但他要找主人 高空宅物 對 高空宅物 扔到他的頭 他死得很冤枉 對 那如果是 那些人瘋人 那兩個人都死了 跳樓的 輕生的 對 那些沒辦法 自己跳樓就是瘋死人 對 找人 但阿恩斯坦不是我跳樓的 是他自己的 那你是自 上到法庭 你一定是輸的 是輸的 你是他自養者 除非這樣 除非你就是阿恩斯坦 沒有晶片 而你又不認你是他的貓主 那你就不用拿屎上身 沒有證據說那隻貓是你 那即是我今晚回來 我應該抽一張晶片出來 拿出來 拿一些晶片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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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是女兒 哈哈 他一向都沒有 一向都沒有晶片 但是有片 不會的 或者他出過街 有盆在的 瘦了是不是火晶 寫的樣子又不像 不像那麼聰明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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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當然會 那我就想問陳妍 有刑事 陳妍看你是不是刑事 認不不敢說 但是責任總是一定要負下 但是犯的事是刑事 傷害他人身體 絕對總不是民事 要是欠他錢 很難說 這些又不是蓄兒傷人 那這樣就不值得 人家真的是刑事 真的可能要坐牢 不是在那裏 美國Florida 美國什麼都可以控告的 傷害我的心靈你都可以控告 何況諾米茲 可能可以控告他 以後你只要衝出來我都很害怕 連我老公衝出來我都會 那怎麼辦 他就被他嚇倒 對呀 美國Florida 你現在說狗嚇倒人 我剛剛說想起一件事沒事 我當時有個同學 牽著他的大狗在升降機 然後打開門有個婆婆進來 嘩嘩 你的狗嚇倒我 然後我同學說你嚇倒我的狗 那我想說 婆婆也算放過牠 真的可以咬著牠不放過牠 為什麼 這麼凍大廈沒有說不讓養狗 也沒有說不讓狗坐升降機 你信不信婆婆知道 她沒有遇到一些難搞 現在很容易 婆婆只要做一件事 你這樣說 牠立刻躺在地上 對呀 假裝跌倒 我不知道為什麼 呼不出氣 呼不出心臟病 牠立刻報警 其實牠的狗馬上讓人到處 對呀 因為牠當時 你嚇倒牠 因為牠被人誇大 你就死了 對呀 所以你那個朋友 不要再跟牠說這些 你嚇倒我的狗 我狗說你嚇倒牠 你擺明就是撩牠 幸好牠遇到一個善良的婆婆 只要做一件事很簡單 其實牠真的嚇倒了 阿婆很害怕狗 那你嚇倒了 你覺得不好意思 那就算了 你又要撐下去 你嚇倒我的狗 阿婆心想一下 你好厲害 你好厲害 我不捨你 我不捨你 既然你跟我玩 我和你玩 阿阿阿 這樣阿阿 滾到地上 滾到地上 阿阿阿阿 然後 你信不信你 如果你離開 更麻煩 你不能離開 然後你 救命 好了 十字車來到 看完所有錄影片 那隻狗一開門就嚇倒牠 嚇倒牠 嚇倒了之後就跌到地下 對呀 然後心臟病有事 然後就說 人道毀滅 那無關 難道一個人醜一點 嚇倒了我心臟病發 我要告那個人 你可以的 我又要告那個人 你這麼醜一點 你不要走出街了 一開門你嚇倒了我 我差點心臟病發 難道我會這樣說 等於什麼 我上次罵過小孩子 我說你玩歸玩 你這樣東西不能玩 有些小孩子 以為經常在門上 嚇人家 又拉開電梯 又或者 人家明明想坐 拖下他的椅子 這些不能玩 你覺得他有沒有有心殺他 沒有 絕對沒有心 但是他這個玩 會有機會弄至對方 全身不水 那是不是應該要罵他 一定要罵 一定要罵 那有些人就說 算了 小孩子很頑皮 那樣東西很頑皮 但不能害到人 對 對 你這個朋友就是 終歸有一次 遇到一個很壞的阿婆 很浪禮的阿婆 真的不要跟他罵 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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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要做聰明那格 不要做這些虧了 他只要一掩著心 打到地上 你就難辭其咎 對 他搞大 很容易 他真的叫白車 就很麻煩 可能他那一刻 覺得你這個阿婆 怎麼看見他的狗 這麼害怕 要怎麼這麼大反應 那你做人的事 一句就算了 你當他大反應也好 怎麼說 對不起 就算了 你又要跟他撐 幸好他不跟你撐 對 有時候我們這些養狗 如果那個人撐電梯也不是很大 譬如有時候你們先上 你們先上 我都會說 如果怕狗的你們先上 我們下一格才上 你又真的很難說 你喜歡 你不怕 不特別別人不怕 對 很奇怪 他撈一條大網蛇 坐電梯 我也不會跟他同一格電梯 對 人人都不同 幸好 你想想 我婆椒掩著心 救命 然後有一天 被判 隻狗人道毀滅 然後婆 玩我 那不像龍婆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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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明白嗎 你們要小心一些 叫做 遇人不熟 這四個字 對 對 人生要最小心 遇人不熟 遇人不熟 防犯小人 遇人不熟 遇人不熟 這次這個 為什麼會說 是刑事呢 美國Florida 有一個養了 一隻 亞洲 水巨色 好像鱷魚 嘩 嘩 水巨色 養在家裡 是養在家裡 2.5米 嘩 嘩 比我們長 看上去是一條鱷魚 但它不是鱷魚 它不是鱷魚 它是蜥蜴 一條水巨色 三個月之前 無緣無故在家裡 無緣無故在家裡 逃離我家裡 那怎麼辦 然後到處有貼紙 我忘了一隻 什麼 我不見了 尋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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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 附近的居民 久不久 看到 不是 我看到他在這裏 糟糕 它又沒有躲起來 但整天 來無中去無職 對 那裏通知你 喂 它在22號 去到又不見了 那怎麼辦 好危險 當地這個 魚類及野生動物保護 又發表聲明 說經過整件事 到尾 突然之間 它真的不幸 它這隻巨型蜥蜴 拋棄了人家 他只是拋棄 當然 如果它進了我家 我覺得 像你所說 造成我的威脅 但我已經報失了 我已經報失了 在這個區裏 所有人都知道 它是不見了 你打開門 有這樣的東西 在你的玻璃窗上 你覺得你怕不怕 整家人 當然是報警 怕不怕 尤其是外國人有槍 怕不怕 立即拿槍出來 美國 好了 爬進了鄰居 嚇到所有人 現在這個 致養的人 要負上責任 要負上刑事訴訟 就是嚇到人 它沒有咬到人 嚇到人 嚇到人 爬進來 然後 就是這樣 我想應該很大隻 整隻 鳥魚 如果真是不知道 以為是有隻鳥魚 突然出現在自己的畫園 不會他真的以為是鳥魚 那真的會嚇到 你信不信當年 記不記得有一個 如果這個鱷魚再大一點 嚇到人或咬到人 你覺得偷運這個鱷魚的人有沒有刑事責任 有 所以他才會暗地裡晚上找自己的洗頭艇 找些東西綁著 扔他下去 發覺不對勁 越樣越大 整件事咬到人 你覺得這個人需要有刑事責任 因為在香港不會有這種動物 而且在香港根本不可以養 鱷魚不可以 又不是那些動物園 沒有牌子可以養到 那就是一時貪圖得意 他打算在浴缸裡養一養 怎麼會越養越大 很多時候你不要只說鱷魚 人們養狗也是 人們最初以為狗不會那麼大隻 然後養一養 越來越大都會出街 因為他又不想殺了牠 沒有想過搞不成 你還有那幾個水渠的狐狸呢 那些雲石狐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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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為什麼要扔他出街 養不成了 養不成了 或者那隻雲石狐狸呢 養不成了 吃這麼多東西 搞不成了 遲些吃掉牠 那就是這樣 那這件事 需要不需要他負上責任 是要的 因為是你養的 是你自己家裡的財產 應該這樣說 是你自己家裡的財產 那香港 我去那些河邊游泳 我沒有想過有人 有隻鱷魚咬了我 我慈菇頂走 下半世都要負責的 你明白嗎 男人變成女人 我去那些什麼男生圍 自己下去浸一下 腳不見了那個鱷魚 一上來變成女生圍 哈哈哈哈 男生圍 一上來變成女生 那你會不會要告他 為什麼無緣無故放那些鱷魚下去 如果我有得告我當然會告 問題都逃之夭夭 你怎麼告啊 誰會出來成敬 是放鱷魚的人 問題是 誰會出來成敬 你信不信搞大一件事 一定有Facebook那些 我其實知道是誰 哈哈哈哈 總有這樣的人 總有他的朋友去過 他家裡是見過他有鱷魚的 他要叫武揚威 香港有多少人養得起 一條鱷魚 你家裡也有很多個 很多告物者的意思 我家裡沒有養鱷魚 鱷魚摔他有幾件 鱷魚袋 鱷魚袋 鱷魚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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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鱷魚袋有咬我的 鱷魚袋有咬我的 你去他家裡就死了 變了袋 變了手袋 哈哈哈哈 到了最後 這次主人 因為他到處貼了 所以也找到 知道他是誰的主人 到最後結果 因為他令到居民受怕 星期四決定把他拘捕了 因為他入了 闖了別人的民居 嚇到別人的家人 當地的鱷魚類及野生捕物 發表聲明 說他養這種亞洲的水色 非法的 他不是非法的 他都拿了 他都拿了牌 但他沒有好好照顧 要看管他 他走失寵物 面臨刑事起訴 走失寵物 都可以面臨刑事起訴 那也是的 等於你養一隻狗 如果牠咬到別人 你都麻煩了 面臨刑事起訴 他的罪是叫做 走失寵物 面臨刑事起訴 他了解當地 他是飼養水色 主人必須放在籠裡 他要拿牌 但有個法律 一定要籠 要鎖 不可以讓牠到處走 不可以讓牠到處走 所以他違反了之後 他面臨刑事起訴 陳妍能聽到 但如果他已經越獄 他自己越獄 我是有個籠給他的 但不知為何 他走失寵物 都是你的問題 一定都是賴主人問題 都是主人問題 什麼都關你的事 總之小朋友有什麼不對 都關父母的事 你試一下 在美國有人養獅子 有人養老虎 如果他走失寵 那個主人一定要受 當然 你養他 他有對人的生命威脅 有威脅 你是不是應該雙重籠 你去保護其他人 你拿牌去養 你也要保護 才行 你養這些猛獅 很可能還要有一條條例 就是他有什麼 你都要受刑 所以當年荔婉 那隻老虎走出來之後 他們全部想著 如果他再捕不回來 他立即當場射死他 是啊 很多都是這樣做法 為什麼要當場射死他 我怕他咬人 也覺得他已經不受控制 受性大法 已經不受控制 所以就是因為他越了獄 他走出來 萬一如果他傷害到人 是很大的責任 所以他唯有即場打死他 你看那些馬戲班團 都是這樣 突然之間那些動物瘋了 那些大象 穿過人群 踩死人走出來要逃走 最多是死人的窗 但是他死人窗下之前 這個馬戲團 都會受到什麼 法律的控告 就是說他那隻大象 踩死了那麼多人 當然要 不可以說他死了就沒事了 不會的 所以就是叫大家不要看這些馬戲團 其實是叫所有樣子 不要看就沒事 無論養貓、養狗、養任何的東西 就算是合法地養 你都要好好的打理自己的寵物 不要騷擾到人 不要騷擾到人 也不要有別人的人生安全或危險 這樣才叫做為止一個好的主人 我管你養什麼 好好看管他 那你也要看管他 你不可以說不理 我怎知道他走出街 怎知道他走出街就是你的問題 是不是 知道你來自美國 他們兩個是不順利的 現在聽到這些新聞 現在聽到村莊炮製的那兩隻東西 他們今天 死呀 是呀 純了那隻貓 是呀 完全沒有反擊的能力 為什麼 是因為你已經入本了 什麼 是刑事 還這麼出聲 接下來是美國的法庭報告 好吧 小心 為止 我們 我不要 su